主席追悼会上惊人一幕 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 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毛主席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二十世纪 最具影响一百人之一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中国人的心中地位十分的高 但在他去世的时候 全场群众一片悲鸣 激动的不能自已 这个时候却有一个人坐着 没有起立回毛主席致敬 此人便是宋庆龄 他的保健医生胡远平 回忆他带病去北京的经过 九月九日那天 当时我正年给宋庆龄看病 广播里忽然播送了一条重要新闻 毛主席逝世 宋庆龄决定赴京导演 到了北京 83岁的宋庆龄 担任毛主席致桑委员会委员 参加仪系列的盗念毛主席的活动 11日上午 宋庆龄在人民大会堂调宴毛主席 进献花圈 并参加首领 12日 他在赴人民大会堂 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9月17日 调宴仪式结束后 宋庆龄不顾年迈 与其他人一起 再次为毛主席首领 在此期间 宋庆龄不顾身体不好 两次为毛主席首领 可见他之于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然而 更感人的一幕却发生在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 何大章说 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 拄着拐杖的他 已经衰弱的站立不住 起初 宋庆龄还能斜靠着 搀扶自己的杜树舟勉力支撑 后来 他再也坚持不住 身体直往下坠 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急忙请人搬来一把椅子 他扑通坐了下去 就这样 宋庆龄成了毛主席 追到大会上 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不管是朋友 对手 还是敌人 无不敬仰毛主席 可见毛主席的人格魅力举世无双 令人叹处 宋庆龄和毛泽东两位伟人的情谊 令人感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